我們看,這一題是說 有一個平易四邊一起 A是這個,B是這個 然後C的一個座標是12 那Y座標不詳的 然後他還知道什麼呢? 在ADCD平易四邊前面積38 不過他限制 Y挖大影 C點,J點在第一向前 那這樣呢? D點應該是多少 我們怎麼做 因為 這是一個平易四邊型 所以AD這個項量跟BC項量是完全一樣的 也就是說 AD這個項量 J點減J點 X減2 A減1 這要等於多少? 等於12 減8 Y減2 然後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 X的,這是4 4加2是6 S等於6 那D呢 D4是等於Y減2加1 Y減1 所以S等於6 A減6 D的話是等於Y減1 然後他說這個平易四邊型的面積是38 也就是說這個行列式 我們都知道 這個項量是多少 AB這個行列 A減6 2減1 那A減這個項量呢? A減這個項量呢? 6-2 6-2是4 這應該要加絕對值 它面積的話 在第一向線 舉絕對值 這個應該是等於38 然後把它展開來 再來是6y-12再-4等於正負38 那這樣我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y多少 6y等於多少 正負38加多少 加16 所以這個是等於 38加上16 這4不是4 38-16是負22 所以得到y等於多少 9-6-4 或者是3-11 但是它要求c點在第一向線 所以y是負的是不對 6y是負的話一定在第四向線 所以y是等於9 所以這得到什麼呢 得到t這一點 t這一點就是6 啊 y是9 9-1 9-8 所以大概應該是68 9-9-8 9-9 8-9 8-9 10-9 10 10 10